各位好,京卫线又回来了 上一次我们就看完了约拿书的第一章 现在我们就看约拿书的第一章十七节去到二章十节 不过说之前,Benny,你后面的是什么? 这一只是一个感恩节婆鸡,因为最近天气很冷 以及临近美国入感恩节,我想营造一些人间温暖 另外一件事,今天我们查的经文,当中的二章二至九节 其实是一个感恩的诗歌 感恩诗歌?你可否说多一点,为什么他有一首感恩诗歌? 我可以,因为我有做功课 我去查一些解经书 他也有提及到,诗歌里面有一些词汇或情节 都是一些当时很耳熟良长的诗篇里面找到 譬如诗篇第四十二篇,第六十九篇和第八十八篇 都是说到,譬如大卫被人追杀 然后耶和华拯救了他,于是他就感恩了 之类的感恩 这些还是一些希伯来人很出名的 就是我们感恩节就是一定会唱的歌 还有很多是一些二人受苦的时候 他们会有这样的祈祷 二人受苦,得救那种感恩的赞美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说 如果我们几个坐在一起 突然想唱感恩诗的时候 我们会唱我们年代的诗集的歌 对,差不多了 我不同年代 你不同年代? 我差不远 我也是有看这首诗的 这首诗很有趣 以一个讲故事来说 它有很多literary device 它用了很多的词汇 很多的字勾起你很多的思想 特别是山根、深渊 这些字 很多类似的字出现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 为什么作者会用这么多的字 他想说些什么出来呢? 我们看希伯留意诗歌的时候 要留意那些平衡句 因为A句和B句是平衡的 而B句就是 下一句就是expand 就是扩张第一句所说的 譬如你第二章一节 它说遇见患难 一节的B就不单单患难 说到是阴间 就是希伯留人的show 就是那些阴间的深渊 就是死人才会去的地方 第三节 A和B 深渊、深处 不单单是深的谷 也是海的深处 你想起就是海、大水 一路expand下去就是 很多chaos的东西 就是大水、深水、混沌等等 是啊 我也觉得是 因为刚才有一节 我特别是很深刻的 就是第三节和第五节 我试试用故事的感觉 说出来 我闭上眼 我已经想到图画 大家可以试试的 就是大水环绕我 你的波浪、红徒 都慢过我身 朱水环绕我 几乎已抹我 深渊围住我 海草纏住我的头 就是我试试上眼 就是当时的读者 是没有读的就是听的嘛 听出来的时候 也是一种充满着空险 很危难的情况 但是这首诗歌 很测试的情况 嗯? 很测试的情况 很测试的情况 是啊 但是这首诗歌 既然大家都说过 是一个叫感恩的诗歌 其实这首诗歌 他想要感谢些什么呢? 我相信若拿是感恩 要获神对他的拯救 尤其是在死亡阴间 拯救他出来 这都可以说是感恩诗里面的特色 而且当他看的时候 尤其是在第六节 他讲得很清楚 我下到山根 地的门 将我永远关着 差不多说得白点 就是他就死的时候 就是希伯华人的underworld 是啦 但接着他有一个转接 他就变得很快 就是这样 耶华我的神 你却将我的生命 从坑中救出来 这首诗歌里面 看到若拿的信心 我特别留意到 第七至第九节 我们再细心留意的时候 其实某程度上 都是在说若拿自己 在这个淑玲经历下 他有一些感想 不知道大家看到些什么呢? 不是 他是 你没错 他是一个很威威的人 他就在经文里面 他就说 那些不信的人 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 他进去圣殿里面敬拜 但是那些不信的人 就不会进去圣殿敬拜 言下之意 他就是想说 我现在 我是一个这么敬虔的人 虽然我现在都这么接待 但我一定会来救我 他就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也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留意到 他说若拿肯定了 他在发瘟的时候 祈祷都去到上帝的面前 还有很厉害的 他的怀文的祈祷 上帝都听到 还有你也说得对的 就是说 那个信奉虚无之神人 其实我们这样说 就是非以色列人 就是外邦人 他们一定会离弃 怜爱他们的主 其实那个翻译不是很好 就是离弃上帝 而反过来 他就不会离弃了 而且他又要宪制 又要还原必定 就是说他真的很敬虔 就是说 你们个人都会放弃 但是我都不会放弃 最后一句我很喜欢 就是说 救恩出于耶和华 多爽啊 这句说话 就是一锤定音 多棒 我想熟悉希伯来斯歌的人 就会听到这首歌 是一首串笑的感恩歌 有一首很美的感恩歌 很美的感恩歌 其实真的很美的 感恩节 其实应该用这段也挺正的 对不对 不过我就觉得 我听听一下 觉得有点怪怪的 不知道大家 二至九节是很美的 但是我总是觉得 有点怪怪的情况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感受呢 不是 是怪怪的 因为你没理由被人追斩 追九条街的时候 你去唱感恩诗的 对不对 就算你看回刚才那些诗篇 42篇 69篇 88篇 他们是 唱这首歌的人 就是戴維 他已经是 已经是 脱了险才会唱的 他不会是在危难里面去唱这件事的 他会叫救命 但是他不会感恩 因为那个不是这样的事 奇怪 譬如那首诗是 概释 好像Benny 那样说 已经是过了个难了 他回回头看 上帝你拯救了我 我感谢你 一定是这样的 感谢诗哥一定是这样的 你过了 在ICU出来了 你才会感谢 这是其一 第二 我想非常格格不入 就是那个作者 是把这个图放在余福里面做的 就不是他在余福里面被套出来 去到罕地的时候才做这个企图 我也同意的 因为 其实虽然有些人这样跟我们说 他在余福里面被人拯救了 但是其实在余福里面还是危险的 就是那个企图是未完的 还在危险当中 应该是在余福里面 应该都会有些求救的声音 但是他竟然是已经说 感谢已经是过去了 已经完了 所以是一个都挺怪怪的 就是这个是很不现实的写照 因为是一种一种描述 怎会在余福里面可以做到这样的祈祷 嗯 这个就是我们回到第一集 我们经常去想那个问题 华人读经就是经常想 有没有可能呢 是否是现实呢 有什么理由在三日三夜那里 在鱼里面呢 是不是 这个也不只是在鱼里面 在鱼里面还作过这样的串销 这么美的感恩是歌 是吧 没理由在街市那里唱 我心专主为大的嘛 街市都不可以 不是 刚才你说的比喻多好 被人追紧九条街的时候 斩着的时候 没理由你可以唱到一首这么美的歌 哈哈 挺有趣的 那黄思沃 你觉得这首诗 你自己觉得 有没有那些地方在那里很怪 我想这首诗 固然是一个感恩诗 如果純粹感恩就怪的 但是刚才也听到 譬如柱景啊 或者是场景啊 时间啊 好像 说一说就真的有多少问题出来 不得不 我们去question 究竟 这个诗 是否真的 是感恩的诗呢 以及留意一下第八节的时候 可能答案会找到 因为我们看第八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对比 就是 他好像这个约拿 已经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熟灵的 他熟灵多的地步 觉得自己没有问题的 但是相对地 那些外邦人觉得 他们是不会去敬拜神 他们会离开上帝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第一章 谁真真正正是敬拜上帝 大家记得吧 是外邦人 是啊 第一章 谁是走路才知道 是若南 是若南 是他离弃神 是啊 是他离弃神 其实应该来说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了余福 他真的要祈祷 他应该是一个认罪的祈祷 是没有的 是 即是他在整首诗 我不是否定他的赞美 但是他最要做的事是没有了 究竟 为什么他没有认罪呢 他是否觉得没问题呢 这是我听的时候 一个很大的差异 一个问号 是 还有你刚才说的 他这首感恩诗 他用了很多希伯来人的传统感恩的歌词 是吧 是吧 但是认罪师也有很多的 出名的认罪师 五十一篇等等 是吧 偏偏他就没有用 我们读者 由第一章读到这里 就应该预期的若南 这个时候就会忏悔 是吧 那上帝就拯救他 即是如果这样说 一般的犹太读者 就觉得 如果理应的正常情况 就是他在一个余福当中 接着有一篇类似的诗篇五十一篇 接着就套了出来 接着就粘着这首诗歌 这首这么美的串销诗出来 但是就中间 好像是人家做数学做数小的时候 我就不知是否在香港来 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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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了 真的有点点套的地方 如果这样看的时候 跟很多传统的想法有点点不同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大家觉得 这首诗 这样去理解 其实他想 重点是想说些什么 我想我们以往 接触这篇诗篇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以往的印象 可能就是 我们也跳过一步 就是我们看了第一节的时候 我们跳到第十节 就是把鱼吞了若拿 然后神就吩咐鱼 把若拿套到海地上 然后他才作掉一句这么漂亮的 歌声 感谢主我回到刊地 上帝拯救了我 我想《作者》就不让我们干出这个关系 作者是要我们知道这个很漂亮的几何 exciton 这的人党être能在余福里做的 我覺得我們有意無意地揣擱了經文 我們就把第十節搬到前面 以為那條魚就捆了它出來 接著它就在沙灘上開禁音 但事實上就不是 我們一開始說有諷刺文學 到第二章有什麼諷刺的元素呢 我想第一節是討告 這是最諷刺的 第一章在海南裏面 它反而不討告 外邦人是非常討告的 大大的驚威 第二章就是討告 這就變成了一種鮮明的諷刺 如果這樣看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受到 若拿先知在第二章的表現 其實是引導我們去問一個問題 究竟它現在是否這首文學作品 或者《聖經》這個作品裏面 在這一刻其實是針對著 若拿先知其中一個問題 熟靈的問題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呢 好像Ben這樣說 大家都可能有這樣的意思 如果我們把這首感恩的詩歌 就拿走了它出來 即是Out of context 不管它上下文 我們怎麼看一首的感恩詩 真的是一首在感恩會裡面應該用得著的 但是呢 如果把它放在這個聚述的前後上文下 那個應用的神學就完全不同 即是如果你Out of context 你就會覺得這個是一個感恩的 死裡面感恩屠爛的很偉大的詩歌 但是如果你放在那個聚述的前後 就是一個諷刺 諷刺一個可以作出一首這樣的歌的人 一個這麼敬虔的人 滿口都是一些很熟靈的句語 很熟靈的祈禱 很熟靈的祈禱 就正在諷刺他 但是一個這麼熟靈的人 他卻看不到自己的問題 是的 我們預期他應該是先認罪 誰知道他不是認罪 是感恩死不去 如果這樣說的話 其實會不會構成了這首的約來書第二章 其實他正在針對著 治意這個問題呢 或者諷刺一群自以為是很敬虔的 很愛神 又認為相信 信心地相信 要我神很愛他們的一群人 或者你經常滿口頭頭尾尾都經常說 感謝主、感謝主那些 不是感謝主不對 不要搞錯 所有聽眾不要搞錯 而是這裡有個格格不入的地方 會不會是一個樣東西 Mark Sir我這樣看回 就是在諷刺的一個情況 就是他們理應是要認罪 卻不去認罪 他是用一堆感恩的說話 覆蓋了自己 來去逃避 他真的要面對上帝那一刻的處境呢 其實我覺得他們也挺值得同情的 因為我相信他們也未必知道 他們自己是自以的 所以其實神都很愛他們 我覺得走失了他們 是真是一些Loss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會有諷刺文學 就是要用諷刺文學才能打醒這些人 他用諷刺的手法 其實就是想透過這個方法 來提醒他們 好像新約裡面所說 有意聽的就應當聽 但是卻是法律賽人 就是永遠都聽不到 如果你用新約的language 就會說這些是法律賽人 在十字路口的討告 對 類似 耶穌也有用諷刺手法 對 經常用在福音書 對 其實這個約拿書第二章 那個神諾也是這樣 其實這句我們可以用在一個應用當中 在現代意義中 很有可能這本書是給一群基督徒看的 而這群基督徒可能 其實他們自己覺得是很敬虔的 覺得是很愛上帝的 但是他從來看不到他 其實在他生命當中 是仍然有些位置 其實是沒有去處理他自己的問題 只是用感謝上帝來遮住他 這也是一個值得這首詩給我們 或者這首的其中的幫忙 其實也是一個當頭棒學的 我想我們要看這段聖經 不需要一定要指賣人 我覺得首先我看回自己 是不是我這樣 當然 我是不是那些去到教堂敬拜 我就舉了手 很興奮 我不知道我本身有很多問題 我是不想的 不肯的 我是逃避的 在半億上帝 但是我就會說 我去到教會很興奮的時候 你看看那些不去教堂的人 多離棄你 我就不是了 其實都是一個生命的反省 特別是一些老信徒 我記得上一次結束的時候 我都記得說過 就是我們這群老朋友跳 特別信得來的時候 和一些初信 仍然還有初心的一群 初信的電影姊妹 其實都是這樣的 我們往往就容易迷失 好啊 這些都可以引伸出 這些叫Vitual 那些的危險 認識 認識 一些熟靈的儀式 我們已經很熟悉了 聖餐怎麼拿 我們不會拿錯 不會搞錯步驟 祈禱我們一定要先走哪一句 其實有一種很大的危險 危險就是我們用這些 好像阿龜這樣說 就是我們遮蓋了我們的問題 還有這個遮蓋 是真的很自己不知道的 比如習慣了 在教會20年 或者20年以上 很多的一些術語 我們經常說基督徒的術語 是我們自己才聽得懂的 微信 微信的親朋戚友 都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其實那些 比如下下聲說 感謝神 感謝神 其實感謝什麼呢 其實這是一個很悲哀的例子 就是美國 大家都知道美國南方 其實都是一個 在傳統基督教來說 是一個比較保守 但是都是一個很熱心的社區 但是很奇怪的 黑奴 地方出現得最厲害是哪裡 就是南方 實際上那些基督徒 我不是說 我其實覺得可惜 就是他們看不到 遮蓋了一些東西 他以為那件事不是一個問題 這是值得我們去反省 還有一個像用歷史做的例子 是啊 在深入地的人 他們祈禱可以用 King James 的英文去祈禱 很驚訝 我聽過 很純 而且是很美麗的 你知道King James 是Dow Show 是Dow of the True Lord 是Dow of the True Lord 是Dow of the True Lord 你有一種很美麗的Ritual 是否你裡面 其實就是在包裝著你裡面 遮蓋著你裡面有很多問題 這個我稱之為Ritualism 就是一個形式主義 當一個形式變成一個主義的時候 即是變成一個僵化的時候 我們就很多東西看不到 聖餐也好 我們祈禱也好 就算是聆收也好 如果你成為一個 習慣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成為了一個形式主義 即是變成一個例行公事 我們就看不到那種自省 正正是今天我們這個查經 可能都是值得我們去反省 就是從約拿書的第二章去看回 約拿這個這麼奇怪的祈禱 它提醒我們會不會有時候 我們走進形式主義 而忘記了我們最終那個 在上帝面前的真誠 不過黃牧師不是叫你不要去祈禱會 不要去查經 我繼續做的 大家不要誤會 大家不要誤會 不要誤會 大家都明白的 所以我們說是用形式主義 某些形式是在這裏 但它主要是僵化 忘記了它本身的初心 要做些什麼 是的 好好的 我們今天看到第二章了 時間都過得很快 下一次我們就要跳入第三章了 所以請大家好好準備 我們下一次的經緯線 進入約拿書的第三章